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海的最新动态 美中在台海难道都想要打点穴战吗? 来,先来看一下就是美军陆战队 预计要组建三支滨海作战团 这三支呢,第一支已经在去年的3月 在夏威夷成军了 另外两支呢,目前海军陆战队呢 还在进行这个重新的编制 未来呢,希望能够部署在冲绳 还有在关岛 大概有2000的兵力 作为这个机动部队担任核心任务 而且配备的是具有反舰飞弹功能等相关的装备 同时减少重型武器的配置 希望能够分散成小规模的部队 投放到各离岛 以阻止呢,敌军的舰艇还有航机的进出 另外是要确保制海权作为最高的目标 美方是如此,中方呢 中方的解放军,大陆解放军的点穴战 现在最近也在被大家讨论当中 包括了使用钻地弹 瘫痪国军的地下指挥所 电磁脉冲战,破坏特定区域的电子 还有通联相关设备 以及使用东风21型的飞弹 防止美国的航母呢 介入台海的战争 请昆英雄先带看我们一下 就是说,滨海作战团呢 他一定强调是说 针对岛屿作战应变的机动性 刚提到的是希望以路至海 这种不对称的点穴战 他的战略思维是什么 那个其实是美军这些年来 其实好几年前 就一开始推动一个东西叫2030 整个海陆的一个新的作战规划 所以像他的战车部队被废了 然后全部把它编制缩小化 但是编制缩小化以后 不是人力变少 他的MQ-9 什么反舰飞弹 全部都MQ-9 无人侦察机 然后反舰飞弹 雷达什么东西 全部都下了连级或营级的 那个作战部队里面去 他把每一个营的 那个作战能力通通加强 比如说我以后 到一个岛上面去 丢一个营在这个地方 大家神不知鬼不觉 丢下去以后 我这边有反舰飞弹的 反空飞弹跟反舰飞弹的话 我这个岛屿的周边200公里 就是我的自空自海区域 你所有的船舰 共军的船舰也好 飞机也好就过不来 那这个构想是什么 你看台湾后面 我们给云纳国岛100公里 云纳国岛在100多公里就10元 10元在过去100多公里是宫骨 这一连串岛屿上面 然后全部布上来 每一个都200公里 200公里 这宫骨海牙就完全封锁 它不见得是针对中国 而是它会设计2030 这个作战概念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像俄乌战争 他们早就预见到 在各种单兵 携带了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或是这种反战车飞弹的状况下面 传统大型的那种重装甲 大型部队 它变得不现实 以前海陆都是 海陆都是一个赢1800人 像是打散 对 全部都把它打散 整个兵力结构跟观念 跟这个所有的作业方式 全部都调整 以前放飞弹 放反舰飞弹 那是海军的事 没有 现在海陆空 全部都整合到一支部队里面 OK 冰海作战团的这个 成立就是希望能够加强 它的机动性 提升它的这个应变的速度 那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这个台海战争发生的时候呢 解放军他所实施说 对台湾要进行点穴战 这件事情 孝宇兄怎么看 其实他要对台实施 这种所谓点穴战已经由来已久 而且对于 台湾面对大陆的这个兵火 我一来讲 的确很现实的是 台湾属于一个烈势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战略考量 有没有反制作为吗 其实现在 那过去当然 有一系列的这种限制 那等于说这几年 不可否认了 美方也看到了 大陆在军事力量上的这个变化以后 对台湾的限制 也相对来说开始变少了 比如说 他也提供给我们这个反辐射武器 所谓反辐射武器 就至少就是说 让原本 如果今天一旦 那个对岸开始 那个启动战端以后 那我们原本陷入 一面倒挨打的状态 我们有反击能力的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钻地弹 电子麦装 或东风21等等 它很大一个部分 就是要利用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射过来 过去 我们面对大陆的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好 在台湾我们能够用爱国者拦 那问题我们能拦多少 它有1500多枚的这个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但我们加种起来的这个爱国者 大概1000颗不到 那以两颗爱国者去拦一颗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那个话 你后面还有700多颗你拦不了 所以在这情况下 那美国也认知到现在这个情况对台湾的确不利 所以OK 它提供给你 像这个反辐射 干嘛呢 就让你说好 今天一旦开战 大陆第一波的攻击 在你的爱国者还拦得住的情况下 拦住了让你的有生战力做最大的保存 包含地面的空中的 做最大的保存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这个既然开打潘朵拉赫子打开 你台湾就可以对对岸进行反制作战 比如说你的战机能够去攻击它的防空飞弹 攻击它的防空飞弹之后 你的战机才能够去找那些未发射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然后利用你包含像现在各种 有人的无人的方式去加以反制 那样你的战才打得下去 那当然第一波不可否论 它一定会进到最大的 用最大的火力来试图瘫痪我方 那对我们来讲 那以美方给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战略架构来说 我们一定要能够承受第一级 也就是如果我们第一级就被打趴了 那你又完了你戏也没得唱 所以你就第一级要能够承受以后 我们能够开始反制反制对方 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划手为攻 至少把对方能够快速 或对我们直接威胁最大的这种敌方武器 在开战之后能够把它加以中和掉 那你后面你这样才打得下去吗 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冲突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启示 就是说你要撑得下去才会有国际的支援 当然以台湾目前面对大陆来讲 你说要能够像世界各国 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个外援的 这样一个支持 我个人认为很难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台湾的情况又是个海岛 而且今天台湾离大陆的主要的 这个暗制火力的这个打击范围 又在它之内 所以你要真的能够应对大陆的这个暗制火力 其实说真的难度的确不低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要能够守住第一波 然后加以这个反制的话 然后让这个时间扣下去 也才能够让国际调定 那个机会跟空间才能增加 不过这个现在大家看说 中美之间的对抗 台湾身处在最前线 我们讲说第一岛链 很多的军事大家都认为说 美中的任何的潜在战斗 都很可能会先发生在第一岛链 包括了冲绳跟台湾在内 一直延伸往南延伸到南海区域 一些有争议的岛屿 但是因为各国能力的落差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媒体报道说 美国要推什么呢 推一个反舰飞弹 咽喉点的防卫的一个战略的战术 所谓的反舰飞弹 咽喉点防卫 就是以陆基反舰飞弹 攻击通过这些咽喉点的敌方舰艇 只要透过部署地面战力 控制住 深灰色 第一岛链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形成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包围网 但是我们常讲说 政治要在军事之前 请教春公 实际在军事行动之前 其实可以先用一些有智慧的政治方式解决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本来以为你要问我军事问题了 因为我上次跟李启明 杨军我没写 他是谈如何备战 我就要谈避战 我的想法就跟民进党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说备战才能避战 那我是谈平常 我觉得政治当然是这个 我两岸之间我觉得非常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回复对话 因为现在你不对话一点办法没有 因为两岸之间的回复对话 并不表示我们就不会美国来往 我觉得这个观念一定要让 国民党一定要让 尤其驻美方面 像黄县正常我也跟他讲 你一定要跟美国人讲清楚 我们跟大陆接触绝对不是说 美国对我们也很重要 因为美国卖武器只有从美国买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了 你又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 你如果找不到 你有九二共识老百姓不喜欢 或者什么 好 那你将来你就想办法 找出一个替代的东西出来 那否则的话 我几乎可以预定了 预测了2024年以后 你如果不用九二共识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恢复对话 绝对不可能 那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可不可以想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 你要想出一个替代的方案 这个前提是对岸要不要接受 对岸目前是九二共识 他认为九二共识 你提出来了 是我们提出来了 是不是 那我现在接受你提出来了 那好 你可以说我提出来了 但是我的九二共识 跟你的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俩都信上帝 但是我的上帝画传的样子 跟你画传的样子不一样 现在已经有N种表述方式 不表述 但是就是上帝 就是这个有上帝我们就叫有嘛 是不是 那上帝是什么样子 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嘛 我在美国受洗了 各自不同的表述 美国人画了上帝 跟我画了完全两回事 妈的多宠宇宠 最近那个电影 所以很简单 你要想办法对话来 那你今天 我一直认为 我讲你就是说 我也不是为选举什么 那跟我没什么大的关系 我们都要连续 谁来我们都要面对嘛 但问题在这里 2020年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2020年以后 如果我们跟对岸 还是没有对话的管道 你就目前的对抗会持续下去 所以称空的意思是说 中美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台湾应该是保持一个等距的关系 完全等距是不可能的 完全等距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至少有来往 而且对话才能避站 这个兰德公司 我稍微补充一下 兰德公司它的背景 我略知一二的 它是基本上 它是国防部 美国五角大厦 对五角大厦的一些退职员 然后另外它是民主党的智库 一个民主党 又是军方在幕后 所以我想它的研究报告 我们要参考一下就可以 对参考 不必完全相信 对 那大使 所以你也同意 刚刚春光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先 有一个前提就是对话 要先恢复对话 才有办法来避站 对 当然过去我想我在 外交官就对话了 这不是关系 跟我过去预官 预官有关系 我预官就受了 因为当初预官是政治震诞 震诞于官 当过三民主义巡回教官 那个时候我们就常看到 当初那个 金融录讲过 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 政治社会军事 就牢记在心 我以前的趋势还是一样 我们信道的看法都一样 特别 或像说我刚刚讲说 如果九二共识是定海神 真的话就是 虽然但是可以至少要先接受 这个九二共识的原则 当然你要记住 你要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 就会有点点 当然现在在台湾来讲 感觉起来 什么条线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